同的重量 比方說我現在 先用這個重的重量來做好了 就緊的是不是 對 緊的 這個重量來做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你在健身房 尤其是男生不是很喜歡胸推嗎 但其實在家裡面也可以做 記得就是 一定要這樣子卡在這個地方 因為如果太上去的話 你在做的時候可能會 會打到頭 所以你要卡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樣子 我們在胸推的時候 一樣就是挺胸 然後收 背收起來這樣子 然後再往前 推 推要吐氣還是吸氣 吸氣 吐氣 吐氣 推 對 大家可以看 就是你一定要去挺胸的 然後又要收 收起來你的肩胛 然後往前推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動作就是 這個如果你是往前的這一個 動作是比較 算是可以練到比較外面 對 但是如果 如果你要練這裡夾進來一點的話 你可以做這個動作 就是往內收 你這一塊就會夾進來 胸 對 胸 位置不一樣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就會外側一點 如果是內側的話 這樣 你就可以練到裡面 對不對 不一樣 對 然後 有耶 對 或者是男生在做伏地挺身的話 你會有很多伏地挺身的一些姿勢 像我在家裡面的話 我都會有 比方說基本的 然後還有寬的 還有鑽石的 做完之後 其實你的胸已經有一點累了 你也可以運用這個去做加強組 就是力竭組 比方說你就是用快速的 就是逼到死的那一種 對 一直做這個 對 然後你做完之後 你這裡就會超痠 就真的很像去上健身房 真的喔 對